中南海再出重手打击川普票仓中国商品更难进入美国市场,川普打破常规制裁中共高官,中国南部一家石油化工厂近期中共豪赌美国中期选举,不择手段打击川普票仓。 继中共党媒日前在美国农业州爱荷华州购买报纸版面,指责川普打贸易战伤害美国斗农后中期高管日前透露中共已完全停止进口美国原油,在新的美墨加协议下中国商品更难进入北美市场供应链只能转向北美,近来川普总统打破常规威慑中共高官。 另外,美国法官认为中心违反缓刑规定法院将延长监控器又打击川普票仓,船运商铺中方早已停止进口美国原油。 路透3日报道,中国招商轮船总裁谢春林3日表示虽然美国,中国在过去几个月对彼此施加的关税项目并未包含原油,且美国也仅在2016年开始向中国出口原油, 但中国进口商在近期已停止购买美国原油。 谢春林趁招商轮船,是美国到中国的主要原油运输公司之一。 我们的生意在贸易战前很好但现在已经完全停止对于航运业来说这很不好。 汤森路透Raffiniti Viacom的传播跟踪数据,也证实美国对中国的原油运输已在9月份陷入停滞令据彭博报道, 中国炼油厂已转向别国寻找原油供应来源,而中国10月从西非进口原油量将达至少7年来最高水准。 中国联合石化,在10月购买了大约3000万桶西非原油,其他中国公司包括独立炼油厂也逐渐增加西非原油的购买量多方分析指中共货正在豪赌。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川普上台后的经济政策体现了对美国农业和非再生能源产业的重视因此也得到来自这些产业的支持。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华尔街日报,引述专家分析,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轻制低流油的价格,大多数时间都低于中国传统石油供应国生产的中制含流油,而且比中制含流油提炼效率更高污染更少。 美墨加协议下,中国及亚洲制造商难入北美市场美墨加协议于周一10月1日宣布达成新加坡管理大学贸易政策教授高述超告诉南华早报长期而言, 只要供应链转向北美其他地方的国家将很难打入北美市场协议,包含更严格的规则,比如缝纫线等服装制造原材料,必须来源于美墨加当中的一个。 这些规则可能是为了限制越南公司在纺织业的供应能力。 东盟企业情报部门主管石拉,David Shearer告诉南华早报根据石拉的数据, 越南去年向美墨加出口6000亿美元缝纫线,带装面料,窄弹性带和涂层面料。 美墨加协议也规定美墨加三国购买的汽车配件当中,40%到45%必须有10%, 现在16美元以上的工人生产。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这似乎是为了吸引汽车制造商,离开亚洲和墨西哥, 回到美国和加拿大首尔韩国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副教授波特·库斯波特, 说美墨加协议阻止成员国跟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贸易协议, 这一条款可能将影响中国中国和越南, 都是以非市场经济身份加入WTO世贸组织分析家说, 这个条款是美国为了阻止加拿大和墨西哥跟中方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而设立的中芯通讯违反缓行规定, 美国法院延长监控期。 两年,美国法院延长对中芯的监控期, 至2022年中国电信商中芯通讯违反规定被美国制裁, 双方条件和解后中芯正接受美国监控中, 而今美国法官认为中芯违反缓行规定法院将延长监控期, 美国法官引用了商务部的资料。 指中芯通讯,在2017年违反禁运资源到伊朗的事件中, 中芯通讯违规的35名员工提供了虚假的声明, 认为这违反了缓行规定将会延长对中芯的监控期。 从原本2020年结束延长至2022年, 缓行期间美国会评估中芯是否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 罚美国于7月份,解除对中芯通讯的制裁, 作为解除条件中芯需要缴纳罚款,重组高层等, 同时还需要接受美国监督赞助商链接赞助商, 链接川普打破常规,震慑中共高官10月1日美国商业期刊日语版报道, 在川普总统提出有关关注来美国充当间谍的中国留学生的言论, 后北京开始了行动,中国外交接的消息人士趁近来一份禁止高官子女去美国留学, 让已经出去的子女年内回国的内部文件出炉, 9月20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共军伪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进行制裁冻结军备部 以吉理上福在美国司法管辖区的资产,并限制透过美国金融体系进入全球金融市场, 冻结其任何资产与利益,也禁止对其发放美国签证, 法广9月25日,趁中方为何对这连带性制裁而大动干戈? 一些分析指北京担心的是川普向装武剑,意在佩弓这佩弓就是中国的高官, 权贵家族从巴拿马文件等国际记者调查披露的材料, 可知中国的权贵家族转移到海外的财富早已是天文数字, 中国问题专家恒和对大纪元分析说, 美国这次的制裁,无论是对中共整体, 还是高层个人都是极大震慑超过以往所有制裁, 恒和表示,美国对李商福的制裁, 标志着美国开始打破过去的前规矩足以震慑中共审部级及以上官员, 阿波罗网01综合报道。